9月5日,国产科幻大片《星球战绩之代号反抗》 在北京湘河国华影视基地举行媒体探班活动 新锐导演王子携现场主演黄胜一、陈奕如、李一轩、马德忠、张远、刘奇等主演与媒体见面 作为一部科幻大片,代号反抗剧组在拍摄期 就在浮化道和视觉效果上下了很大功夫 为最大程度呈现高科技饱和的智能人老巢 剧组赤剧姿直接搭建了一个科幻风十足的拍摄基地 可堪媲美好莱坞大片 细节之处均体现了未来科技的高端与智能 近来多以安迪妈妈身份出现在公众眼中的黄胜一 在片中饰演了女主角萧希 在影片中与马德忠饰演的萧恩有妇女亲情对手戏 是影片中除了动作戏之外的重要情感担当 这条线是我自己看剧本的时候挺打动我的 就是我在九岁的时候失去知情 到后来又见到一个跟副部长的一样的人 就是马老师的那角色 所以我们中间还会有一些 觉得特别开心 因为里面有一些设计啊 跟马老师还会沟通 有一些小的一些细节的动作 然后我们会先沟通然后再去拍 那我觉得那部分的戏应该挺有趣的 台湾偶像出身的陈奕如在片中饰演战队领袖人物魏凯旋 作为全面型人才的领队 性格沉稳冷静 外形赫尔蒙爆表 与陈奕如在综艺中的斗序形象有着很大差别 有一些动作其实刚开始我觉得说 我都怀疑我做不做得到 因为那个舞行他们真的都很能翻很能跳 然后后来自己上了以后又不服输 然后就真的就是想办法让自己飞起来 所以就觉得应该还蛮不错的 还蛮期待接下来的效果 非凡娱乐北京报道